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今日頻道 現在澳門大部份人都是做了核酸檢測的 但還有小部份人還未做 今集我們來看看未做檢測的人 政府是打算如何處理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 山頂醫院的醫務主任戴華浩就表示 去到今日下午4點,澳門還有4154名皇馬人士, 澳門居民有1882名,非澳門居民有2272名。 去到昨日下午5點起,當局分別打了一次又或者多次的電話給4154人, 有部份的人還未可以聯絡到,會繼續聯絡, 而聯絡到的2000多人裏面有1200人就已經完成核訊檢測, 他們因為身份資料輸入錯誤就需要重新輸入資料, 早前當局向8000多名皇馬人士發短訊, 當中有1000人主動進行核訊檢測, 衛生當局的兩個手提電話熱線接收到800多個短訊回覆, 表示因為身份資料輸入錯誤導致皇馬, 如果有關人士的資料無法核實就需要重新檢測, 而另外還有55名皇馬人士就明確拒絕接受核酸檢測, 如果在今日之內他們不檢測的話, 警方便要上門帶他們去到指定地點, 進程核酸檢測,直到有核酸結果為止, 如果是按照上面講, 基本上好似跟強制做都沒有分別了, 剛才我聽過發佈會講就是, 現在還未檢測的人其實好多都是老人家或小朋友來的, 他說今日不做檢測就會有警察帶他們去做, 想不到澳門做事都會這麼強硬, 和之前政府亦都講過, 如果是不做檢測就要去隔離14天, 不知隔離期間要不再做核酸檢測呢? 如果是不是要做的話, 就真是現在做了它算了, 到時有警察上門就麻煩了, 不知你們又認不認同呢? 又或者你們對上邊的做法有什麼意見呢? 在下邊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了,拜拜! 拜拜!